关于佩洛西访台,中国还是有不少人是忧虑的。部分国人还有未美心理,坦率说我是能理解的。改革开放刚打开国门,瞬间暴露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。太大的差距让至少一代人的心理产生了未美心态,这是时代产物。 记得1990年代初看北京人在纽约时,纽约那路,那桥,那地铁,那风景,那高楼大厦。感觉美国太牛了,差距真大,那时候真的有一种不知道何时能追上的感觉。 但是时至今日,中国的空间展比美国好,我们的高铁、地铁、机场、路桥都比美国好。美国还没有高铁呢?甚至我们的部分军舰军级导弹都开始比美国更好。 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比已非常接近。台湾距大陆一百多公里,这还有什么不自信的呢?和美国在低岛连较量,我们肯定能赢。 虽然现在还处在博弈过程中,但台湾其实只有一个结果,那就是统一。 从现在的形势看,和平统一已经越来越渺茫了,武统是大概率的事。 哪怕最终真的实现和平统一,也必然是濒临城下和经济封锁后,台湾方面的举手投降。 在我看来,台湾的所有政治势力,如果不尽快向武党投靠,将来都必然覆灭。 现在的那些所谓的台湾政界大佬,现在不投靠,恐怕连个地方政协委员都混不到了。 而台湾这帮政客如果不搞政治,那能力真的都是不忍直视,百无益用。 别看现在看起来红红火火,将来恐怕连正常就业都没人要。 言归正传,我认为佩洛西访问台湾,除非其临阵退缩了,或者假模假样来一下,最后被解放军护送离开。 否则一旦在美军护航下硬闯台湾,或者真的意外访问成功,那这次事件就将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大标志性事件,也会成为统一台湾的标志性事件。 为了统一台湾,中国已经准备了太久太久,我们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稳妥的选择。 可能美国根本还没感觉到,还在为了新冷战目标而不断地试探中国。 我们自己其实已经感觉到了,统一的时机正在成熟,机会正在到来。 别的先不说,看看最近解放军的军演,中国的准备比美国要充分得多。 当准备充分之后,需要的就是根据形势研判的时机。 其实早在蔡英文上任一年多后,我就判断,统一台湾已经在进程中了。 虽然最近两年多经历了疫情,世界形势有较大变化,但演化到现在这个阶段,统一的进程正在开始加速。 那么为什么说这次事件一旦激化,造成中美军事对抗或真的访台成功,就成了重大标志性事件呢? 在我看来根本原因在于三点,一致标志着美国台海政策剧变,虽然美国对台政策已经改变,但之前还都是在准备阶段,一旦准备到了一定阶段,一定会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。 如果佩洛西在中国强烈反对,并一次次警告下,最终依然选择强行访问台湾,并且不惜中美军事上的摩擦和冲突,那无论白宫怎么表态,都改变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颠覆性变化。 所以这次事件绝非简单的佩洛西的个人行为,而是中美大国博弈和美国内部政治博弈出的一个结果,当然佩洛西自身也有明确诉求。 但那并非全部,这个结果体现在佩洛西的行为上,其本质就是美国的态度和决心。 二,这标志着台湾当局推进台独竞争加速,佩洛西是现在美国的三号领导人。 作为执政党的代表执掌国会,他去任何地方,任何言论都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义。 如果他访问台湾,就意味着美国对台政策的颠覆性变化。 那么反过来,台湾当局也一样,只要这个事情发生了,也表明台湾当局的台独进程,进入了实质性阶段。 接下来台独进程,必然在美国的推动下加速推进。 三,五国必基于上述两个重大变化采取非常措施,台湾问题之所以存在,本质上是中美关系的作用。 反过来,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,那么也必然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东山耀。 基于台湾谋求独立的预期,基于美国对台政策的巨变,我国的台湾统一策略也必然发生改变。 为了抑制台独,我们必然加速推进统一进程,必然会采取系列非常措施。 基于上述我认为,只要出现如下两种情况,佩洛西访问台湾就将成为中美关系。 和我国统一台湾政策的标志性事件。 这两种情况分别是,一是佩洛西硬撞台湾,中美爆发激烈军事对抗。 现在看这种可能性是有的。 对此我军已经严阵以待,一旦发生就会中权出击。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,但美国显然没有。 二是佩洛西的专辑真的降落台湾实现访问,这也必然会引发政治地震与海啸。 前者必将会引发中美公开的军事对抗,其性质将比2016年南海那次严重得多。 后者则是政治性质的改变,我们接下来将不但对美采取更强硬的措施,对台的经济、军事。 政治的相关政策都会发生重大变化,我们将会加速推进统一进程。 现在的局势,看起来不像会出现狂风暴雨的样子,但狂风暴雨随时回来,而且很可能会骤然狂风大作。 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一旦计划,解放军作为统一台湾的主角就将闪亮登场。 人民军队是统一的王师,任何力量都挡不住。 现在就看佩洛西敢不敢以身是中国利剑了,名誉不可为,玩火必自焚。 习近平应约同拜登通电话,其中提到了这句话。 很快这句警告成为多家万里头条。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说,中国告诉拜登,玩火必自焚。 路透社则把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写入标题,第一时间转引了中方的严厉警告。 来自中国的警告,美国听明白了吧? 一段时间以来,美国打台湾牌上了影,最近佩洛西再度扬言窜访台湾。 要美是台湾牌,有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风险。 很快,中国做出一系列强硬表态。 国防部发言人明确表示,若美方一意孤行,中国军队绝不会做事不管。 外交部发言人称,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应由美方负责,中国人说到做到。 习近平直接对拜登表示玩火必自焚,这无疑是中方发出的最高级别警告。 有专家表示,相关用语之坦率犀利,前所未有。 外媒将这句话作为头条标题,也说明国际舆论已感受到了中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决心。 美国内部显然也感受到了超出预期的风险系数,由美内猜测。 佩洛西可能乘坐军用飞机前往台北,中方可能派飞机护航,阻止佩洛西坐机降落。 有美国官员表示,白宫怀疑中方会对佩洛西本人采取行动。 彭博社推测,若佩洛西执意窜台,中方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让更多战机进入台海上空,跨越所谓台海中线,在台海附近进行导弹试验,飞越台湾上空等。 美国网友更是不看好佩洛西的亚洲行,称如果他发生任何事情,我们什么也没看到。 对于佩洛西可能的到来,民进党当局难言喜色。 一方面其外事部门低调表示,尚未被通知任何接待需求,另一方面苏贞长公开表示,感谢佩洛西常年以来对台湾的支持,友善,我们对于任何国外的友好贵宾来访,都非常欢迎。 民进党当局低声下气坐等翻牌子,岛内有失之事深表忧虑。 台湾航运街大佬彭硬刚近日刊登广告,致函佩洛西称此行空视两岸局势更紧张,导致台湾卷入类似俄乌战争的陷阱。 强调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,要的是两岸和平,希望美国在台协会帮忙转达。 岛内媒体人陈辉文在电视节目中直接喊话, 佩洛西我非常不欢迎你来,你可不可以不要来?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,最敏感的问题,也是广大中国人最关切,最在意的一体之一。 中国人都在盯着看,如果佩洛西访台,必将引发中国民意集体反弹,对中美关系造成巨大伤害。 这就是习近平所说民意不可谓,玩火避自焚的深意。 中国将不得不做出,让美国悔不当初的有力反击。 现在中风已发出最高级别警告,若美方还是心口不一, 那就只能等着真切体会什么是玩火避自焚了。 速播放